闹出采矿争议的我国第二大天然淡水湖 珍泥湖的生物圈保护区地位岌岌可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对珍泥湖进行定期审查和评估 并提出的多项建议 要求政府在未来一年多内实施补救措施 否则可能会将珍泥湖除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透过公关向网媒当今大马透露 当局确实正在审查珍泥湖的生物圈保护区的地位 并从5月18号起就向我国政府提出了多项科学和技术建议 如果政府同意的话 可在明年9月以前就落实这些建议展开补救 联合国指出如果这份报告和建议获得通过 他们将在明年9月对外公布 珍泥湖是在2009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 彭亨州政府则在2019年宣布 把珍泥湖和周边4600公顷的范围献报为森林保护区 不过两年多过去了 至今献报工作却依然没有下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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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